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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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未踏足過世界的人 經常會對陌生的地方產生誤解 而一個真正的旅行家 則要嘗試去了解文化的增長 但沽身走天下 要擁有堅定決心 去排除旅途上種種困難之外 更需要懂得思考文化背後的價值 最重要都是如何踏出旅程的第一步 正如千里之行一切始于足迦 如果说一个人去 一个人去的时候就 因为没有拖泊 刚刚没有拖泊 所以有一个冲动 就是想自己静下 找个地方 试一下自己的 因为那时候真的没有互联网 没有那么多理由资讯 所以选择了一些比较容易的 先踏出第一步 第一次就是日本 其实很多人去日本之前 就经常都说 日本很多人不懂英文 你怎么沟通呢 我开始尝试自己用身体语言 随身带避一本保仔一支笔 在那里画公仔 有很多方法就是训练自己 不断要去沟通 其实发觉是合作的 也不是一个太大问题 所以才让我可以够胆 去一次比较长一点的 例如南美洲 我想哪些人比较适合一个人去旅游呢 第一就是喜欢思考 不怕寂寞 还有要训练自己的脑 转得很快 不怕困难 不怕辛苦 正如我自己一个人去南美 我也尝试尽量和一些同房 因为我们住大房的时候 尽量和他们沟通 知道多一点 你其实在不同的国家上面 是知道人家多一点 不断在学习 如果你要自己一个人 先问自己一些问题 平时香港 你自己和其他朋友相处 会不会是走多一点路 又觉得会很辛苦 因为其实一个人要面对很多东西 所以这里要想清楚才好 真的决定是否自己一个人旅游 天地穷仓 孤身上路 要面对孤独的试炼 要抵抗困境的发生 幸好 即使在文化差异的情况之下 我们仍然体会到人间有情 其实日本那次 就自己不小心 真的自己不小心 坐着火车的时候 就在游云 突然为什么背部这么轻 没有那么多东西 突然觉得背囊在火车上 我唯有的就是说 尝试画公仔 做动作 告诉他背囊没有了 在车上 工作人员叫我搭下一班车 搭了一个多小时火车 到中点站 来远就已经见到一个日本人 穿着铁路制服 一看就知道铁路制服 然后拿着背囊 很棒 很温和很开心 失而复得的那种感觉 所以那次是很深刻很深刻的印象 不过更深刻的印象 就是土耳其被抢劫的事件 在当中他领悟到 原来朋友在危难关头 才是最能够帮到手的 土耳其那次是两个月的 当时就是因为我星期六就要回香港 星期五晚还跟朋友出街吃饭 突然之间我朋友说 小心 然后车过去的时候立即缩了一只手 立即站在身上 车已经走了 然后我发觉自己 载着证件 信用卡 身份证 腰袋全部都不见了 那晚也有很多朋友提了很多意见 那第二天立即要怎么办呢 第一件事 就是英国领事馆 谁知道星期六休息 接着 中国领事馆因为BNO不受 那又战战兢兢 拿着一份土耳其文的报警信 那又试试去机场 被他们好像问话那样 问了整个小时 最终都是安全地回到杜拜 杜拜回到香港 那其实也发觉就是说 在异乡的时候 有些什么事发生呢 其实大家都是香港人的时候 都会拿起心出来 大家互相帮忙 人间有情 是旅途上重要的得着 但是真正令他感动的 是民族上的自强不息 另外一个比较深刻的经历 就是越南的汇安 当时自己一个人 走在渔村、村与村之间走 突然有个小朋友走过来 用他仅有的英语 尝试跟我聊天 而在街上说 他有些真的不行 于是捉了我回家 拿着一本字典跟我聊天 那我事后的感觉就是 哇,很棒 越南其实很有前途 而这个小朋友 是争取每一个机会 去学习、去进修自己 又或者甚至增值自己 那是不是自己 都在他身上要学一些东西 而且我们一些香港人 包括自己在内 都甚至比他们求学的意识 还没有那么强 西事无上 天意难测 在旅游当中 经历生与死的过程 往往会令人觉得 原来生命是可以如丝脆弱的 如果能够去到旅游 就越来越来越活在当下 像乌干达的 有一次乌干达 因为很多人乌干达 就想起杀人王阿敏 其他人什么都不知道 去到乌干达有一个湖 叫做维多尼亚湖 知道的资料就是说 对上一年的炉黄大屠杀 整个湖都是尸体 你还没去到湖 你是想不到 知道有多少尸体 才能填满这个湖 为了什么 要不需要那么厉害打仗 杀这么多人 好不好 非洲经常都是发生很多事 就在肯尼亚 有一次就是乘搭车巴士 去一个旅游名声叫做林武岛 当时一上巴士 已经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有一些军颈 握着枪上来巴士 走到中途的时候 个个都在闹着眼睛的途中 突然间叭叭叭叭 几声 那个声在耳朵边叭叭 好像烧炮掌般爆出来 接着有个当地人大声叫 叫人立刻走 出门的时候 就看到司机位旁边 有个男人一滩血 相信当时已经死了 好幸好有个大泥头车 就截停了泥头车 每个人爬上车斗上面 当时看到车斗里面 个个都害怕得缩在二角 事由知道 就是因为索马里的战乱 令到很多人 尝试枪击停下旅游巴士 即是巴士 而抢量 巴士上面人的财物 现在说起来 整个故事很轻松 好像很简单 但回想回那时候 其实可能是一cm 可能是两cm 中我的就是中我 即是自己无从选择 那你是否应该很珍惜 现在的所有一切 甚至就是说 你可以有能力做到的事 尽量只要不是伤害人 不是伤害自己 不是犯法的 你都尽量去尝试多些不同的事 走遍窮山岳水 穿越过人籍刊治的荒凉之地 十几年的旅游经历 去穿州过散 搭遍地球 横跨五块大陆 最终他踏上人类 最后一片静岛 南极 其实我一直的自助旅游 自己都设定了一些目标 例如我要去七大古迹 我要去三大瀑布 好了 接着游完六大洲 剩下最后大部分人都是 南极 就是最大七大洲之后 最后一个洲 那是什么那么特别呢 其实南极自己的感觉就是说 不是属于一个地方 或者一个国家 我觉得是一个领域 这个领域就是很纯洁 很不受人类的污染 甚至就是说 因为它是不属于任何国家 所以是一种境界 我自己当南极一个境界 我第一次去 简直完全是着迷 地质学 以前读书没有读过 南极关于南极的历史 里面的英雄人物 南极的探险家 听完之后 原来这个世界有这样的超人 真的是超人 那一班 就是说一百年前的南极探险家 逐渐逐渐觉得 原来有很多东西 自己是真的不知道的 而在南极的旅程之中 是慢慢慢慢的 一直学到很多东西 文化是不同人种 长期生活下流传的一种独特风貌 要去体验文化 最好莫国要亲身体验当地人的生活 通过生活去改善自身 这才是文化之类真正的意义 最后把这些人讨厌的 都没有人讨论 这也对我们都没有人讨论 也就是自然的 对我们的这种独特风格 让你什么人讨论